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 在今年唯一的线下的AR展 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 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前面有一个中文翻译的题目 叫做通向终极的VR AR的路线图 我自己除了在HP 负责VR和AR方面的标准工作之外 我自己也是带领我的初创公司 在VR和AR方面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 所以我接下来的分享 既有关于HP的部分 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和预测 那么首先可能我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HP 那么HP它是全球最大的专业组织 没有之一 就是全球最大的专业组织 在全球大概160多个国家 有42万会员 然后同时呢 HP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标准组织 这个可以说是有之一 比方说像咱们平常用的WiFi 像这个蓝牙等等 都是HP的标准 所以呢 我们在HP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也是在标准方面发力 尤其是对VR AR方面的标准 去进行相应的制定工作 那么前面讲到就是 我接下来的一些观点呢 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 但是同样呢也是说 关于行业的未来 或者说技术的未来是什么样呢 那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 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从这个VR AR的一个总结而言 其实关于VR或者AR或者MR或者XR等等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总结 总的来讲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认为说 它基本上是三个世界 用这个当年的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就是现实世界 这个精神世界和这个叫做Cyberworld 就是这种虚拟世界互相之间的互动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我们也可以把VR来去做一些 VR和AR分别去做一些相应的总结 比方说从VR AR的现状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说 VR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呢是让你去体验另一个世界 这个所谓的另一个世界 就是跟我们的现实世界 所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类的应用 尤其像在游戏娱乐这些领域 还有包括一些像科教等等这些领域 那么另一类呢 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一种远程传送 相当于是让你去体验 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 这个呢用在比方像科学考察 比方说像一些新闻之类的媒体 这是这方面的这些应用 那么同样呢 从AR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对目前的现状呢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概括 包括说AR在不同的这个设备上 像这种派的上头 在头戴设备上头 以及车载的这种 就是投影的设备上头的一些应用 同样呢我们也认为说 AR呢我们可以分成 就它的现状而言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别 一类呢就是从单用户的角度 相当于说不涉及到多用户之间的这个交互 而是说从单用户的角度 我们去给单用户提供对现实的一些叠加 和增强的一些体验 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讲到的 我们讲的是多用户之间的这些交互 这个呢可能以最早的代表 就是像HoloLens提供的这种 就是叫做HoloTransportation的 HoloProtation这样的体验 就是我们多用户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里头呢 能够去体会这样的AR或者说是MR 那么实际上关于AR和VR呢 之前在这个Ori的演讲里头也提到 就是它的预测是说到2030年 什么是VR什么是AR 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实际上 可能仍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界限 那么这是一个也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认为说VR和AR它本身是一个连续体 它其实取决于就是你在这个坐标轴上去调整 它里头的到底是Virtual的部分多一些 还是这个Physical的部分比较多一些 那么实际上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把VR和AR把它看作这么一个 在这么一个两个维度的这么一个空间里头的 不同的变体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派出说 很多种各种各样的不同的R来 这篇文章呢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 是这个我们在18年的时候 我们发在这个archive上的这篇文章 叫做这个All Reality 就是大概总结了所有的不同类型的 这种叫什么什么R 然后实际上从这个VR和AR的技术的眼镜而言 我想讲的是就是除了我们讲就是技术方面存在一些 存在很多还需要提升的部分之外 在技术之外的非技术因素 比方说这个用户的接受度 比方说像隐私 比方说像这个伦理等等 这都是我们在VR、AR的这个发展历程当中需要注意的 那么实际上我想今天可能我想分享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终极的VR和AR的体验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要来讲这个终极的VR和AR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什么是这个Reality 就是什么是现实 那么现实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这个世界 并不是说世界就是现实 而是说世界加上你的感知和你对它的这个操作才是现实 这个地方呢我想引用一句就是这个贝克莱当年说的一句话 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 换句话说你所感知到的东西才是你的现实 而并不是说真实世界是怎么样 因为真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直接界定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来考虑就是那么终极的VR是什么样 中极的VR呢我们讲有两个维度的提升 一个维度呢就是从这个虚拟世界的角度 另一个维度呢是从这个虚拟的感知和动作的角度 因为前面讲到就是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就是世界和感知的结合 那么同样虚拟现实呢我们认为说它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和虚拟的感知的结合 这两个维度的加起来呢 最后能够成为我们的中极的这个虚拟现实 如果光讲这个坐标轴大家可能没有很直观的概念 那么我举一个这个例子 实际上从前面的这个坐标轴派生出来呢 我给的一个定义就是终极的VR的体验 它相当于是说第一我们从它的感知 虚拟的感知和动作方面要能够让你无法区分 就是你感知到的东西要能够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区分 这个是来自于你周围的物理世界还是来自于虚拟世界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自洽 完全自洽的虚拟世界 这两个方向我认为是VR发展的这个两个最大的挑战 也是最大的两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 首先我们讲讲什么叫做就是完全无法分辨的这种虚拟的感知和动作 我们可能都知道就是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市场上的产品 包括说这个VR的也好 那么我们在视觉和听觉方面应该说是已经做得还算很不错 虽然还不够完美 比方说像这个光场可能还没有做到足够的小型化 效果足够好 但是呢总体而言我们在视觉和听觉方面的这种虚拟化 或者说这种模拟呢我们已经做得相对来还好 但是呢其他的一些感觉 比方说我们的触觉 比方说我们的嗅觉和这个味觉 这些方面呢其实是做得不够完善的 而且人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五感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像对温度的感觉啦 痛觉啦等等 这些都是额外的这种感觉 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 第一呢我们觉得说就是 为什么视觉和听觉能够做得好 因为视觉和听觉呢是我们能够找到基本元素的 这两种就是感知 比方说视觉我们有这个光的三元色 那么靠三元色可以调配出任何的这个输入信号来 同样呢听觉呢我们知道说声音都是由不同的这个频率所叠加造成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有这个不同的频率理论上来讲 我们就可以模拟出任何的声音 但是呢在我们人的其他的这个感觉当中 比方说触觉你说触觉的基本元素是什么 然后味觉和嗅觉有没有基本元素 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 包括这运动的感觉有没有基本元素 这些方面的研究呢目前还在非常初步的阶段 而且呢很有可能最终我们是找不到相应的这个基本元素的 那么你找不到基本元素也就认为 也就意味着说你没有办法去通过基本元素的拟合 来创造出任意的这个虚拟的感知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有两条线 一条是这个绿色的线 一条是这个红色的线 那么绿色的线呢是表示说在我们的人的感官 和外界外部世界之间的这么一个界面 如果我们能够在绿色的这个界面上头做到尽善尽美 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能够实现完全 瑜伽乱真的虚拟现实的体验呢 答案还是否定的 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酒会 那么实际上很常见的一个体验 就是我们大家希望说我们能够到 比方说酒吧去跟这个朋友一起喝一杯 即使我们能够做到模拟出来这个酒吧的环境 模拟出来酒的这个味觉和嗅觉等等 但是仍然我们不能够通过在这个绿色的这个界面 也就是说人的感官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面上头 做任何操作来达到模拟出酒精 作用于你的大脑之后的这些感觉 比方说你会有兴奋的感觉 这样的这种感觉呢是没有办法通过在这个绿色的这个 就是感官和外部之间的这个界面上去实现的 所以呢我们讲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 完全无法分辨的这个虚拟现实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必须把这个工作的界面挪到 人的大脑和感官之间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需要直接去设法 向你的大脑去输入相应的这个感知信号 或者说实际上就是这个神经电信号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完全模拟任何外部的这个输入 所以这个我也把它称作一个就是重大挑战 因为这部分呢是现在就是包括学界包括业界 就是也很多从事脑机接口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呢 在努力的一个方面 然后 另一个挑战呢 我前面讲到叫做自洽的虚拟世界 什么叫做自洽的虚拟世界呢 我们设想说如果把你放到一个虚拟世界里头去 假设说你在进入这个虚拟世界之前 你并不知道 但是呢你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世界里头 我们如何能够让你 感觉不出来这个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说是物理的还是虚拟的 这里头这个世界本身它必须要自洽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按照一定的物理规律去运作 换句话说 处于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物理学家 他没有办法通过研究这个虚拟世界 来分辨出这个世界到底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 好比说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 其实很早就有一些言论说 也许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当中 但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这个 更进一步的证据呢 因为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 它是足够的自洽 它是按照足够的自洽的规律在运作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物理学家 是没有办法通过对物理的研究 来分辨出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bug 或者说有什么这个所不自洽的地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大家在玩游戏的当中知道 如果这个游戏当中有一堵墙 这堵墙呢如果它这个程序员设计的 这堵墙是打不碎的 那你无论如何怎么也打不碎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墙本身被编程 编程说是可以打碎成砖块 那么可能你可以向上头这个发一发炮弹 可能能够把它打碎 或者说开车撞上去 但是更进一步的说这个砖头 能不能够被进一步地打碎呢 换句话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 它是不是这些物体能够进一步地 被分解成砂粒 甚至分解成基本粒子呢 这其实是我们从虚拟世界的角度的一个探索 换句话说 越往终极的这个虚拟世界的体验来走的话呢 这个虚拟世界本身的力度 就是模拟的这个仿真的力度 需要越小 这方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早期的一些探索 比方说最早的这个就是第二人生 那么第二人生呢 它最早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物体 来构建出更复杂的物体 那么最近呢 有一些比方像这个我的世界 这个Minecraft 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 所谓的这种沙盒游戏 就是通过一些基本元素来构建虚拟世界 那么从 当然这两个本身 它的这个基本元素的 就是力度也都还足够 还比较粗糙 那么我们认为从发展方向来讲 我们是会成为就是 这个虚拟世界里头的这个基本构建 基本的砖块的这个力度会越来越小 这样呢 才能够让虚拟世界本身 更加的不可分辨 那么讲完了这个VR呢 我们来看一看AR AR我们认为说 它基本上是在这个VR的维度上头呢 增加了一层 就是如果我们谈及终极的AR体验是怎么样的话 那么终极的AR体验呢 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 就是把虚拟物体如何在真实世界 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讲真实 真实这个词 其实可能你越到研究VR和AR 研究得比较深的时候 越是觉得说 无所谓什么是真实 那么我们姑且用这个物理世界 或者说现实世界这个词来讲 那么就是说虚拟物体和虚拟对象 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无缝的融合 这是增强现实 或者说混合现实 所必须要实现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那么在这个方向呢 我们讲就是说 从终极的AR的体验的角度来讲 同样我们需要 就是完全无法分辨的 虚拟的这个感知和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 你对你的这个人脑的输入 会让你分辨不出来 你所接触到的是一个虚拟对象 还是一个这个真实对象 当然同样呢 在虚拟对象和真实世界之间呢 我们需要有它的无缝的集成 这样呢 就是我在真实世界当中 放置的虚拟对象 它操作起来 它感觉起来 跟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真实的对象是一样的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场景 比方说是我们在这个智能家居里头 我可能是说 墙上的一个虚拟的一个面板 我可以用它来控制 我的真实的空调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今天就能够实现的场景 当然更进一步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 有些就是电影里头讲到的 就是可能我有一个虚拟的一个 投影的一个全息的一个人 全息的一个人物 那么这个人物 我有没有办法能够跟他交互 让他感觉起来像是一个 真实的人物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另一个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另一个重大的挑战 就是虚拟对象和这个 真实世界之间的这个 无缝的一个集成 像这个《淫逸杀手2.49》里头 这个例子就是一样 就是这个虚拟的人物 他怎么样能够让这个 真实的人物感觉起来说 我能够拥抱他 他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这是我们从AR的角度来讲的 一个终极的一个挑战 那么所以呢 结合上头的这几个方向呢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这个预测 那这可能是今天的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干货之一 那么从这个 就是完全无法分辨的 虚拟感觉的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脑机接口 只能够做到止读 就只能够读出来 我们希望说能够到 而且呢 只能支持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么我们希望到2025年 或者更早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脑机接口 止读的脑机接口呢 能够支持所有的更多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可以靠思考 来操作所有的这些 虚拟的VR或者AR的这些界面 那么到2035年 或者更早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这个脑机接口 能够出现读写 也就是说真的能够把这个 虚拟的这些感知信号 能够通过脑电的形式 来输入到你的大脑 同样从这个自洽的 虚拟现实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也讲就是说 今天我们只能够做到 这种虚拟的这种 砖块这个级别 我们希望到2022年 或者更早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 这个机构在进行相应的探索 我们能够把这个 随着我们的算力的增长 能够做到虚拟的沙尘的 这个级别 那么到2027年或者更早呢 我们能够把它实现到 这个虚拟的基本粒子的 这个级别 就真正能够做到 就是说虚拟世界 它看起来是一个 完全自洽的一个物理世界 那在这个AR的角度 就是所谓的虚拟物体 和现实世界的无缝集成呢 今天我们能够做到 一些简单的操作 已经能够实现 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么我们希望在两年内 能够做到一个 无缝的一个显示 就是随着比方说 光场等等技术的 这个进一步的 就是产业化 能够做到虚拟对象 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显示呢 能够是让你看不出 它的这个真假 然后呢 到2025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能够把 就是相应的虚拟对象 和真实世界之间的 这个完全的 这个复杂的交互 能够实现 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就是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 就是创造未来 从创造未来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武器 就是标准化 标准化是这样 就是说 尤其在VR和AR的产业 目前我们都知道 就是VR和AR的产业呢 它其实 虽然我们仍然在增长 我们也有很多乐观的预计 但是它可能并不像我们 几年前 大家所期待的那样的好 所以实际上是存在一个 这个产业需要抱团取暖的 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标准化本身和产业发展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通过标准化呢 我们能够促进这个产业的 技术的互联互通 这个互相兼容 从而能够把这个生态做大 所以这是这个标准化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怎么讲 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 技术方面的探索之外 标准化也是我们 让刚才的这院级 能够实现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现在 i2分音呢 目前一共有12项这个标准 在相应的去进行 这个我就不一一的去列举了 大家可以回头来访问 相应的一些网站 基本上这些标准来涵盖了 就是目前所比较急需的 VR和AR方面的一些 标准的一些立项 这个地方呢 我最后来 我留一个链接给大家 就是大家回头可以去访问 相应的我们这些 就是各个项目的一些详情 然后包括我本人的一些联系方式 然后呢 从产业合作的角度 或者从这个 大家一起制定标准的角度来讲呢 也非常欢迎大家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标准工作当中来 然后呢 就是我们一起呢 用前面的话讲 就是不管是说 悲观点讲 或者说不叫悲观点讲 就是保守点讲 叫抱团群乱也好 或者说 如果更乐观点讲 就是我们一起来 创造未来也好 我们一起呢 把标准化也作为我们的一个武器 作为我们的一个平台 那最后呢 我给留给大家一个彩蛋 这个彩蛋是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挑的 这个就是相当于说 跟VR相关 或者VR主题的 一些这个 电影或者电视 这个用于什么时候 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我用这个 我自己公司的这个 员工入职培训也用这个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 这些我选出来的这个清单呢 它不但告诉我们 就是VR和AR 现在能做什么 而且还给大家一些 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些 这个启迪 就是将来能做什么 所以像比方说 我自己公司的 员工入职培训 在VR的这个技术背景方面 我们就扔给他们 看这些电影就好了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做 任何的这个背景的一些介绍 但这个也是在持续更新的 OK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